歡迎大家來到今晚的駕駛生活 今晚又是溫哥華時間 今晚人都很齊 我們有Pius、有Norman、Hayzen、Alex 和Albert 今晚這麼人齊 當然要講一下我們 今星期應該最熱門的一個題目 從加拿大來講 即將來在9月20日的聯邦大選 我想很多傳媒、電台、電視 都一直都在講這個題目 今晚希望從這個BC省的觀點來看一下 這個聯邦大選的政情和幾個政黨的政光 剛才還沒開始之前 Erika,你有一個介紹這個NDP的 或者我們聽一下NDP 因為NDP在BC省就影響力是相當大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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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樣可 什麼都不會呢 有些人可能會在這裏 有錢 可以做到這裏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 而属于亚实众朋友需要 很多部分的児童的season 兴致是对繁星公司做法 的专业叫做专业务医院 健康医院技术家 监联系务組合 并被记忆自己的务目 还有一小部件事 工资格封房子 高速联系 电级公司 对手机的看法 这是一个社会专业的生股 专业获得 专业 三个小众 我说 分享到這裏 是 或者在我們在講之前 首先聲明一下 我們播放NDP的這個大陸 因為是方便的 我們今晚就不只是講他們的競選平台 我們都會浪費很多時間去講 其他兩個大黨 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政綱 其實加拿大就有很多政黨 我剛才提出來的三大政黨 還有綠黨和灰人黨 灰人黨主要就是在 Quebec省 我們今晚就是BC省 所以灰人黨的政綱我們就不講了 綠黨我想今年他們的選情可能是很悲觀的 因為他們自己黨裡面都有很大的困難 有些內訌 不知道他們今次大選 他們會有多少個成效 他們的政光都不會提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也不會講他們的政光 我們想講一下 剛才NDP有幾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富人稅 所以如果有一千萬身家 他就要抄到百分之一 這個是一個值得惹人注目的東西 我或者可以其他講一講 另外就有全國性的醫療 除了醫療之外 藥物、牙醫、小行業的回復 就是小中小型企業如何去復原的法案 這個就是NDP 另外還有就是 還有其他的新增 還有其他新增 就是Garantee Liveable Income 這個怎樣去實行 這個詳情就還未有 這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對年輕人來說 就是學生貸款 政府就要豁免了20% 這個都會有很多錢 讀書來講 就是會double這個 所謂student grant 這個是免稅的 這個grant就是你不需要還的 這個讀書的資助 最後就是在文化改變來說 他們會提到是會增減 這個相對於2005來講 會到2030年 是減免了50% 這個就是NDP的政綱 保守黨也出了一個 很長的一個政綱 是百多頁的 裡面也都會提到 其中我們剛剛提到的幾個點 一個點當然就是經濟的復原 一個點就是我們醫療服務 一個當然就是氣候改變 Libro在這方面也是有的 有這方面的提議 所以如果大家未投票之前 當然希望大家去研究一下 看看他們提出來的政綱 第一,是不是你想要的 第二,是不是合理的 第三,是不是可以實行的 然後才會大家去研究 那就介紹到這裡了 或者我希望大家在座幾位 就可以提到我的意見 誰想先說 我覺得這次來講 從這個民調來講 以及傳媒去訪問 其實現在最大的國民的擔心 就是那個Cost of Living 就是那個生活的費用 這個會變成最大的 就是這個房屋 那變成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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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有兩範的 第一個範圍當然就是說 如果想置業 希望有一間屋 有一個地方長久的 他們希望那個價錢 屋價不會升得那麼快 因為屋價去年到今年 升了百多 升了二十幾個巴仙 另外呢 如果你買不起屋的時候 希望能夠有地方住 或者租金也不會升 然後屋價是這麼快的 所以這個 所謂Affordable Housing的Strategy 其實應該是由起碼這兩方面 還有其他的就是 關於老人住屋的問題 這個也是包含在這方面的 那除了Housing之外 你覺得 Norman 你覺得三個黨 你覺得哪個黨會在這方面 他們三個黨會有提議的 你覺得這三個黨裡面 哪個黨會是做得最好的 我看法來說 會是Conservative的主張 是比較吸引一點 因為他提出 就是未來三年 是一百萬個Unit 其實都是合理的 如果做得到 因為現在是每年 加拿大平均來說 是差不多二十萬個Unit 如果你說未來三年 是每年升三十幾萬的話 都是可以滿足得到 以及接下來新的人口的增加 因為如果加拿大 是每年想吸納三十四十萬的人口 新移民的話 你差不多在三年 已經有一百萬人口增加 所以來說 是他建立的 開出這個承諾 是會很吸引的 因為現在你看回 Liberal來說 根本他都達不到 他自己的 適合房子的解決 那些人就會看 他的反對黨 而NDP那邊 他出了個號碼 但是是五十萬左右 那看下去來說 就是 conservative那個的 policy 出來就比較詳細一些 NDP那個 暫時看來 就不是說這麼詳細一些 那些 但是NDP裡面 是有一個 minimum wage 去到二十元 其實那個有一點 激烈了一點 OK 我想沒有什麼人會反對 政府建多一些 就是 affordable housing 我想沒有什麼人會反對 但是我想 就是 要看的呢 當然就是個可行性的問題 那我就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如果 建一百萬呢 就那個數字是相當進取的 為什麼呢 你要 要建這個 affordable housing 就不是聯邦政府 它自己可以 第一不是聯邦政府可以做 它要靠三級政府跟它合作 那第二呢 就是 喂 建一百萬個單位呢 它大概要運很多個地 那第二呢 就是 除了地 還要資金 除了資金 還要人才 就是現在我們建築人才 很短缺的 如果 你聽新聞 你聽到 如果你去做這個 建工啊 做很多建築的工種呢 有 signing bonus的 就是 好像職業球員那樣 那如果 你私人的屋語 已經是不夠人了 再要找 足夠的人氣 一百萬 在過去的五年裡 我們有沒有這麼多人才去做呢 這也是一個疑問 但是 這個我提出來了 阿希臣和 Prius 怎麼看呢 你覺得現在三個政黨呢 你看看他們的宣傳 全部都是對內的 就是說一些Policy 各方面 因為聯邦本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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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事情 在外交方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的Policy 就是受人關注 但是三個都是以派錢為主 都是說我們希望重振經濟 然後在重振經濟的過渡期 我們要多給福利 無論是小事業方面 或者是小事業的生意上面 或者是打工的人沒有工作 我們繼續會派錢給他們 所以大家看現在競選期的 全部都是針對派錢來 找多些人支持來買票 實際上講了很多這些競選承諾之後 是否能夠送到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當你承諾之後 如果是疫情持續 或者是轉得比較慢 是很容易推了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疫情 所以我們的消息一定會相應而減慢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都不用太過認真 對政黨的承諾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怎樣呢 就是看每一個政黨裡面的領導人 領導人的track record 以及他本身受到國民的感覺 是他是可信 還是他是說了很大機會不算數呢 這個除了這一點之外 Housing problem 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我相信只是聯邦政府 有些這樣的poss 或者是跌到一個billion出去 或者是support這些 成效未必一定不太理想 因為Housing 不是說你扔錢下去 一年就可以增加你的單位 其實是一個長時間的planning 還有你是 就算你起都要幾年之後才能起得到的 很多時候在這個progress做的時候 你又要跟省政府、市政府、各方面配合 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 你一直在做這件事 但是你safeguard不到 即是本身其他私人的樓宇水漲船高 只要是供求失調 無論你政府泵多少錢下去 都是那個成本都會上漲 都是會 就算你譬如你來政府 泵多少錢下去 在私人的樓宇 即是補貼的樓宇那時候 但是如果你的私人樓宇的market 都是一直不斷地上漲 那你建築成本一直高升 政府撥多少錢呢 譬如他想著我這筆錢是可以做到 像你剛才說的保守特朗普 或你剛才說的 100萬個new affordable housing 但是當你的成本一直飆升的時候 你那筆錢其實是可以起不到100萬的 到你計算完數之後 可能只是起得50萬個 因為成本高漲了 即是很多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 就是真的要有一個聰明的人 有商人心的人 或者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才可以統籌到這件事 有一個理想來做到這件事 不是說一個政府 現在是想解決問題 給一個 empty promise 很多時候他是想做這件事 但實際上是無法發送 我覺得其中有一點 我特別同意的就是 就是政府的intervention 政府的介入 是有很多時候有反效果 譬如你說想希望那個樓價 是沒有起得那麼快 你增加供應 但是你增加供應的過程裡面 你是跟一些私人的公司 是去爭取同一樣的資源 是吧 無論從地和資金 最重要就是跟人才方面 是吧 就是你建屋子有很多人 是很努力的 那如果你就是說 如果有這麼多的項目做 一起做 那些人工就蓋了 人工蓋的話 如果人工蓋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你的屋子的價錢 就可能要蓋五六個百分比以上 只是這方面來說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考慮 就是怎樣跟三級政府配合 怎樣跟私人的企業配合 來能夠令到 第一個屋價會比較便宜 第二就是屋的供應是夠的 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樣把數字放出來 我覺得好像剛才巴尼斯說 其實就不是很重要 我想一年半年之後 大家都不記得了 究竟一百萬五十萬 實際上可以有多少國民得益呢 我想這個是一個重要 關於剛才巴尼斯說的 就是說這個領導人 他的領導的能力 和那個政黨 他的執政的能力 這個是一個考慮來的 譬如NDP這樣說 很多人很喜歡NDP的政黨 但是他能不能夠信任到 他可以有一個管治加拿大的能力 這個就是一個 有很多時候都變成一個考慮 Alec 有沒有補充一下這方面 這個Affordable housing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大家都說過了 最主要就是 為什麼這些房子的價錢上漲 最主要就是房子的供應不夠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了 比如像Toronto這樣 2019年有13萬人來 當時我們的配給就是 2019年的時候 大約25000至27000個新的部份 根本上哪裏可以提供到那個增長 那些移民對不對 那Wancouver相對來說 也有同樣的問題 大約有5萬人左右 OK 然後他們做到的新的部份 一年就是大約1萬至1千左右 勉強或者甚至乎是不足夠 所以就根本上那個Land supply 或者Housing supply就不足夠 所以令到那個價錢就是上漲的 這個是必然的頂率 那至於就是政府丟錢 或者下去Affordable housing 就希望呢 就令到多些樓宇的配給 就是有多些錢泵下去 那然後多些unit走出來 那這個是不是一定可以做得到呢 始終你都要拍著一些 private sector一起做 那只不過如果有些 community housing 比如好像Prius那樣 那他們有個group 那他們是not for profit的 那那個呢 可能未必就會看著 就是那個市場是怎樣反應 他會看著是不是需要build這樣 那相對來說 那相對來說 在Wancouver呢 比較多這些類型的organization 那所以呢 就是可能呢 Affordable housing供應會好些 但是我不覺得 就是最近呢 都有很多Affordable housing 在Wancouver出來了 但是似乎那個price沒有什麼影響 那所以基本上 做了 是不是有效應呢 是不是想解決到一個problem呢 未必一定解決到全部 那但是會解決到部分 那就是那個成效是很重要 那看見自由黨 四年之內 commit了20個billion 其實進展比較慢 那所以他才搞了一個report housing 那希望多些東西走出來 那是有些成效 但是歸根究底 跟Pius說 很多東西是based on planning 是不是 那所以保守黨說三年 起一百萬 那個應該是farfactor 應該是很難做到的 那是 或者我們想串口話題 口成我們說了很多次了 那是 那是 講一下醫療的問題 那是 但是最近呢 有一個民意的調查 我們講過 就是 有幾樣東西呢 我們 除了BC省 全國的人民都 就是 會 希望 有改善 第一呢 就是 當然就是醫療 那 那 affordable housing 住屋的問題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第三呢 就是關於 climate change 醫療方面呢 就 剛才我們講的 這個NDP 就是一個很 就是 一個重頭的 政綱 就是 希望呢 有全國性的 藥物的保健 有這個 拿醫的保健 就是 我們現在呢 就當然是有 所謂 medical care 就是說 你看醫生啊 住醫院啊 你有保障 但是 希望呢 就是NDP都希望 能夠將它 推廣到 在藥物方面 甚至包括 牙醫方面都有的 那 那 保守黨 自由黨 都有這些 有這樣的概念 但是 我想它兩個黨 在這方面 那個進展 和那個 細節方面 都有點不同 保守黨 就好像 在這方面 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多的 那我就想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 這方面 是不是 從我們 華人的觀點 來講 從BC省的觀點 來講 這是不是我們應該 就是執政黨應該重要 在以後那幾年裡面 是重要 重點 施政的 一方面 是什麼 我先說 你知道我們 DC省 NDP 執政 上代之前 就是 承諾了 說它會取消 我們的 醫療計劃 每個月的月費 所有的省民 但是它不淺 怎麼來呢 它是轉嫁了 所有的 工業 就是 你是僱主 你超過多少個僱員 之後 你就要給一個 八百之幾的 好像 Health Tax 那些稅 其實那筆錢 就轉嫁了 商業 那裡 真正 處理了之後 出來的後果 就是 所有的小商業成本 加了 它們就要 就要 就要加價 在加價的時候 其實 塘水均塘魚 是造就了 將來 一樣 就是 本身的 inflation rate 就是增加了 因為 你 人工又加 由十幾元 到現在 十五個多 最低的工資 那你很多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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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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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一個 壽生家庭 它好像聽到 哇 我不用給那個 百多元 家庭的 那好像 一年省一千多元 但是 到現在來看 買一棵菜 又貴了 牛奶又貴了 入油又貴了 藥用都貴了 那加了出來 它的disposed income 計出來 可能更少了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 用這些 競選的 就是 那個 那個 promise overpromise 其實是否真的 受惠到 真正的 普通的市民 或者國民 就好看 那個政黨 是有沒有辦法 開源 來支持這些 大象送的東西 而不是說 我們想一下 在這裏 掙扎了 那些錢都是 找不同的人 去出的 那你搞完 一大輪之後 可能你的end result 就是 每樣東西都貴了 你可能拉到很多票 但是 真正的問題 你不會解決到 所以我本人 是支持這些 就是dental 或者 藥錢 各方面 但是其實我們 本身已經有一個制度 就是如果你賺到多少錢 你過了多少 的minimum 其實政府 或者你列記過了 差不多 那政府有個 health care plan 那些藥錢 都免費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你extend到 所有的everybody 都要受惠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計一計 那筆錢是怎樣來的 而這筆錢 會不會影響到 你其他的經濟 因為你將這些 轉嫁在商業的機構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 globalization 國際競爭力 它會弱了 因為它的成本是貴很多 因為加拿大其實稅 都不少 就是 跟其他地方來比 甚至美國來比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在一個整體的想法 就說 不只是我 給少了錢 就是有著數 可能我這個給少了錢 而這個政府 是不斷想 不同地方花錢 end up 我其實 就算我家人工 我都不夠花 因為你 屋又貴 車又貴 什麼都貴了 所以end up 有考慮 要周全一點 有些人 有些人 這是一個 有些爭議的地方 譬如 我看過有些人的論點 就是說 如果政府 譬如 有這個 health care 加上 pharma care dental care 僱主就不需要出錢了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僱主為了 要自己的員工 是關心工作 他都有很多這樣的 所謂 medical plan 這個medical plan 也都包括 是藥錢 包括很多其他 保健的 服計費用 massage 甚至針教 這樣 那麼 dental也都要付 如果政府 將這些東西 全部拿過來做 變成私人的公司 就不需要有 這樣的 extended care 的 plan 那就是 省了 省了一點 是不是 省了一點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競爭力 那就是說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 比較大的 公司的員工 就是 一向都有的 看看誰做 究竟是大公司做 還是政府做 是不是 政府拿出來之後 他們會更容易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很多中市域的員工 他沒有這樣的福利 如果政府能夠提供 的話 他有了這個福利 是不是對他們好呢 但是 好像剛才Paris說 那麼 你 始終有成本 那麼成本 哪裡到來呢 呢 如果加回給那些中小型企業的話 那麼百上加根的話 他的競爭力 是不是又少了呢 那麼 那這些問題呢 就不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 可以 三言兩語 就可以講得明白的 一些道理 有 有沒有其他問題 找一下 Hason Hason 怎麼看 剛才Paris說得非常之好 因為我想起幾年前電台 爆了一段 就是有個台灣牙醫 一模牌的 那麼就引起社會大眾的討論 就是這個台灣的牙醫 就在台灣失業了很多年 那麼可能來到這個英文不好 就考不上dentistry的資格 但是呢 他有差不多700幾800 甚至1000個patient去找他 那麼就 後來爆了出來 有些人就 反對 又說他家裡不是有個standard 啊 醫學會呢 就一定有原因的 為什麼要你考個試呢 那麼他家裡找個basement 到洗牙剝牙呢 衛生條件又不好了 這樣 但是另外一天有很多聽眾 又打電話來 喂 政府好心你就想一下 正常一個打工仔 如果僱主是沒有extended health benefit 這些計劃的話 那麼有很多人是無法去看牙醫 但是其實牙齒都是身體其他部分 很需要護理的 就是MSP 那麼我們看看旁邊的國家美國 就是他們的系統和氣氛 以及制度 很多時候他們沒有加拿大 那麼以人為本 加拿大比較社會主義 就是盡量我們 promote equality 大家 take care each other 但是呢 講到一個point就是 如果全部人都有extended health benefit 那錢從何來呢 我們的政府 無論哪個黨政府 很厲害就是把錢撥來撥去 今天我想impress group A 的朋友 我就target說一些東西 是group A 想聽的 然後呢 就把資源由group B 撥去group A 那裏 所以呢 每一次大選 其實有些前輩跟我說 她說 如果你沒有什麼政治立場的話 你不要不投票 你是投棄權票 要不就投一個反而是 沒有可能贏到 或者是很 minority的政黨的票 你不用看他們的 platform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希望平衡到他們的權力 他們永遠都做不到 大多數的執政黨 永遠都有一個check and balance 當然在效率上是低了 但是在一個政府vs人民的角度來看 的而且政府的權力少了 權力反而去到人民多了 因為他們要做一些事情 步步圍形如李博兵那樣 去impress 人 所以他們做的事情 也不會太過泰 另外說到政治問題 其實說到最後是哲學問題 就是說一個人 或者一班人 到最後他們有權力 或者有資源的時候 會不會真是個個都好像Prius 那樣 又會give back to community 就是會不會去serve 人 或者是他們永遠用他們的權力 維護著利益圈裡的利益 不斷地把他們的貪戀無限大發展 所以到最後是說一個人的個人的修煉 和修行 每次選舉都蠻多了哲學的問題 就是一個人是否要去到 Abraham Maslow 的欲望 今次看到的塔頂 就是自己自己實現之後 是否說 其實我都兩餐溫飽 也算不錯 又有人尊重我一個社區 錢也不錯 那是否真的盡我的力 大家和修學力做這件事呢 還是每次都蠻個制度呢 每個人的姿勢 在自己的姿勢 對他們增加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 說到最後就不是選舉 其實是一個哲學的藝術的討論 我不知道各位怎麼看 這是很有趣的角度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 好 稍後回來 是嗎 是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家國生活 今晚我們講聯邦大選 就是各個政黨的政綱 還有我們對這個 加拿大政局的 以後那幾年的展望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關於三個大黨 他們對這個醫療的問題 他們希望能夠做到的動作 醫療就是我們根據民意調查 就是我們家國公民的 主要一個關注的一個題目 保守黨就沒有特別是說 關於怎樣去 譬如從這個藥物 或者牙醫方面 穿襪 但是他們就一個很直接的方法 就是說 他們希望起碼每年 增加3-6%的交付費 交給這個省政府 每個省政府它自己去管理的 這個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 在加拿大來說 醫療服務就是省政府負責 那它就說 我將這個交付費 給省政府 讓省政府拿到這個增加的撥款 他們各有各去做 他們覺得是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呢 聽起來好像挺好的 這個是簡單直接 但是有些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都是錢的問題 就是如果去到6% 就是60個billion 去哪裏買60個billion 其實就是在去年6月的時候 幾個premier 就是都在 因為疫情開始發覺 他們的health care system 是不夠錢 那所以呢 就Ontario Serskatchewan 和Alberta的premier 就在那裏說 要增加這個health care 有牽診6% 那終於出來了 這個是相對來說 是有支持的 至少有Ontario Serskatchewan 和Alberta 三個省合起來 起碼一半人以上 所以其實都是很堅定的 那當然安省呢 我想是今次選舉 就是競爭的一個重點 所以呢 保守黨 我想是很希望 在這個安省裏面 能夠 能夠增加多這些席位 那 Alberta省當然就是保守黨大歡迎 所以呢 他這個提議 當然對這個阿省的選民 當然是會受歡迎的 那 或者我想轉一個題目 講一下就是 其中保守黨 還有這個 對不起 自由黨 還有這個 新民主黨 他都提出的就是 這個child care的問題 child care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社會和經濟方面 都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他們希望改善這方面 就是說 是提到就是 每日 就是如果你小孩子放去這個 child care的地方 就只是收10元 那就是10元一天的child care 那聽起來就相當吸引 如果大家有小孩子的話 都知道呢 就是child care 是越來越貴的 我聽說呢 是貴到 在溫哥話呢 是可能去到1800元 1600至1800元一個月的 那如果你說 10元一天 那這個真的是 一個大喜訊 那就是 保守黨 也都有一個 有這方面的政綱 保守黨 就是說呢 是把那些錢 直接交回 給那些 有小孩子的家長 那就是從 tax credit 這方面去做 那就是說 年底 你報稅的時候呢 有些錢 就直接交回給你 那如果就是說 你的收入 是不是很高的時候 你可能一年 可能拿到六七千元 都不出奇 那看你收入不一定 那我想就是 大家看看這個問題 覺得這個是 第一 是不是需要我們注視的 第二就是說 如果要做的話 是不是10元一天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呢 或者是 將這些錢 用這個 退稅啊 或者用這個tax credit 這個方法 是將這些錢 直接交給這個 有小孩子的家長呢 我覺得可以分開兩個層去做的 因為呢 你用那個 其實他很聰明的 conservative想到這招 那變成一些人呢 就不會只是 給10元 不用工作的父母 就是其中一個家長 不用工作也可以 那變成說 他的conservative 那一套呢 就是呢 你可以得到這個 benefit的話 就變成你 免費了一個時間呢 你都要出去做事 那變成說 你都要做一個稅務的居民 那變成你是要去做事 去交稅 那你先 就是報稅 你才可以拿得到 那個credit回來 那他就 up to 75% 那變成說 但是來講 是一些比較 更加 很基層 比較窮的家庭來講 就困難了 那變成說 他變成說 他怎樣去給一個 全價錢的 孝頓呢 是不是 那變成說 未必有一個 鼓勵 他們給小朋友 去醫治 因為他覺得他不想花這筆錢 但是如果你只有10元 或者是18.5元 那樣 那他都會放在那個 facility 其實你說給了 up to 75%的話 其實只不過是 可能是除了一條數 可能是 是給10元一日的話 可能就變成給18個多 一日 那其實你這樣 不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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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改做20元一日算 那變成說 就變成所有人都會受惠 現在來說 你只給了 tax credit的話 就變成只能幫到 那些比較有錢的人 或者是有收入的人 但如果是一些很基層的 那些來說 就不行了 有基層的那些 他真的連那筆錢 都給不到 那個 二月是child care 是一千多元一個月的 大哥 那現在來說 他怎樣給出來呢 現在來說 我覺得這方面來說 我是不同意 conservator用這個方法 我說 我覺得呢 你不如你覺得10元太便宜的話 你不如就用20元一天 那反應我覺得更好 但是呢 我也聽到有人爭論 就是說 喂 你如果是10元一天 就每個人都去吧 很多人的父母 就會把兽兒子 交給你託兒所 那好吧 但是託兒所第一 要有地方 因為託兒所呢 那個管理當然是需要嚴格 因為管兽兒子 是不是 是 從一歲到四五歲的兽兒子 那你的管理 一定要有法例的管制 那這個當然是要嚴格 第二呢 就是要有很多人去做的 是不是 就是你 我們有沒有這麼多人才 就是所謂那些 early child education的工人 去做這些工作呢 那我們教育制度方面 我們教育制度方面 是不是能夠 就是 給我們這些方面的供應 那還有呢 第三就是 這幫人的工資很低的 一向都很低的 那你 你怎麼去將這個整個 職位 這個工種呢 是將它會改變過來的 那但是 要10元一天 就要去解決這麼多的問題 那但是如果你說我用75% 我就 用tax credit的方法呢 就是我不需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都可以 很快就去幫到家長 那這個呢 就是另一方面的一個 一個看法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就是兩 10元樓呢 還是tax credit 好 我想想說一個問題就是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希望那個小朋友呢 在未成長到去 大過五歲之後的話 你之前呢能夠享受到那個 early child education 那這個問題就是呢 一有那個錢的擔心 有些父母呢 他就不捨得 放個小孩在那裡 或者寧願給父母 爸爸 公公婆婆去看著他 那樣 那他就失敗了那段的 很特別的學習的時間 那如果來講 但是如果你用一個 是20元一天的話呢 他就什麼都 小孩都塞過去 那你說個人才那方面呢 絕對不困難 你難得過去做建築 你建房子那些就更辛苦 那比如說 如果是 early child education 那些 一間一間的 community college 都有這些課程去讀的 那比如說 有很多這些 franchise 很多這些 那些 那我覺得現在我吸引了很多 那些年輕人 那樣去入行 那些 那些新來的移民 都有興趣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 人才方面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大的 concern 那就是最重要的 concern 就是一個小孩 他還沒到五歲之前 能不能夠個個 enjoy到 這一種這樣的教育 那你作為僱主 Pius作為僱主 你很多工作方面 是對你有幫助的 對他們有幫助 因為對他們有幫助 對你也有幫助 因為我們也有頗多的女性的員工 進來我們公司做的時候 都是未結婚 就是很年輕的 然後就在我們公司做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都生了三四個小朋友 每年都拿 因為生小朋友 離開了一年多 照顧小朋友 原來回來 回來 幾個月之後 又大肚子又可以生 結果重複幾次 我們其實公司本身 其實要付出很多 來維持這個員工的位置 又要請兼職 又要訓練那些人 那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無論誰都是一個社會的負擔 無論你是請他的機構 政府方面 各方面都是一個負擔的 那可不可以把這些需求做得更快 我覺得是真正我們的核心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想法就是 我們要 教育很重要的 我們要做少些班 一個教師 看越少人越好 多點時間放在小朋友那裏 小朋友回到他們 他們的教育一定要包含很多東西 又要廣泛地教育 令他認識很多東西 諸如此類 又有Fill Trip 有很多東西 那這些全部都是correct 但是有的話 做得更加快一點 因為各方面都要錢 尤其是加拿大 做什麼的成本都很高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只是說政府一個Policy 丟掉下去就處理到 因為如果你自己看一下 過往十年 我們聯邦政府和省政府 花在教育和醫療那裏 是每年倍增的 他們的帳幅 是永遠遠高於我們人口的比例 可能是五十年前 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 每一個 各個 在資料使用國民的GDP 多了很多倍 當你在這些情況使用多錢後,其他人就會受苦 因為你的貨幣是這麼大的,如果你是擴展不了我們的貨幣,是有很多東西要給付 其中一件事,二十多年前,一家之主給一個男人出去,一個人可以養完全家 然後有一間獨立屋,有草地,可以養一輛車,有兩隻狗,有隻貓 那只是一個人做事,家庭主婦在家裏就在家裏 但現在兩個人出去做事都慢慢緊,可能買不到家 還有養個小孩,為什麼現在會這麼頭痛呢? 為什麼幾十年前那些人沒有什麼問題,三、三、四、五個都好像照顧得很充裕,很開心 那就是整個社會制度變成了,我們的成本增進很多 成本增加這麼多的原因,大家可能要了解社會結構的變化 以前可能一家人結婚之後就到老,七十歲,現在可能一家人結婚 說就說結婚的時候,對對方是一生一世 可能到她的小孩之後已經有三、四個老爸、媽媽 然後那些小孩四、五個個個不同星 然後你的教育,很多社會問題各方面 是造成社會成本增加了很多 我們問一問Albert,你在這裡這麼多年,或者Hason 會不會大家的看法是不同的呢? 我以前就覺得一家兩個人出去做事,其實應付一家的開支是很充裕的 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怎樣又要日常的錢,各方面 我們自己根本已經有能力去放她去初學 然後放她去初學,然後放她去初學 小學一直好像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一輩這麼辛苦呢? 就是生一個小孩好像說她要結婚很多 甚至是她的生活風格都要因為一個小孩而改變 而我們以前是沒有的 那可能Albert 可能有孫子那些 就看看那個過程,為什麼跟以前不同 那在這方面,政府是不是唯一的速度是做這些呢? 可能大家都要思路一下,政府不是 政府的錢都是我們所有的國民貢獻出來的 那會不會我們要求政府做事更加快 或者是想一些方法,而不是在競選的時候 就不斷拋承諾 我給多少錢出來,給多少錢出來 但是實際上那個return investment可能是很低的 就是我經常都說,很多人是好心做壞事 你說這些出來的時候,每個人都拍了一張 說我們education需要多錢,我們health care要多錢 老人又需要照顧,Ford housing又需要出錢 但是實際上這些東西炒賣大結的時候 如果每個人都在身手拿東西那時候 政府是會越來越過困難 就是譬如那個natural debt 越來越高 現在是1.2%利息 到時變了8%,10%的時候 這個雪球越滾越大 就唯有像剛才說過 就是跟一些比較wealthy的人開刀 但是這個就會令你的standard living 一路降低 譬如我以前可說 兩個人出來賺錢 普通的工作已經去養了全家 又有房子又有狗又有車 什麼都有 現在出來兩個人出來大學畢業出來賺錢 可能買一個partner都很辛苦 工完了之後沒有什麼錢值 那為什麼這個社會變成這樣 大家都要想一想 可能是Hason 就是你話畢會計 你都知道 你報稅的時候知道 究竟剩下的disposed income 扣完水之後剩下多少呢 可能是越來越少了 我想第一個問題 我這個問題當然問得很好 都很複雜的問題 我記得因為我是single father 我做了五元的single father 我記得兒子 我想現在說是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的時候 每一個星期 我送兒子去daycare是165元 如果是165元的話 即是640元一個月 當時很貴的 當時很貴的 還有呢 也不是說 跟現在呢 其實不會差得很遠 因為當時是多不多呢 找一個daycare 也不是說一找就找得到 也要浪費一點點時間 那現在我最近我女兒有個baby 我們的孫子呢 下個月就去daycare 那他們的daycare呢 大概可能是去到1600 可能是1600 1800之間 我相信 那如果你計算那個三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來 這個這樣的inflation呢 其實就不是很厲害 是不是 只是double 可能是三倍 三十幾年三倍 兩倍半 兩倍半就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那我想 但是呢 就有個 就是 當然我這個 我這個情況 當然是 不是說一定是typical 因為我那個時候 都算是叫做中產階級 有一份挺好的工作 但是 但是 可能 當時我們居住的成本 是低了 我們交通的成本 是低了 很多成本 比現在呢 是低很多的 那所以呢 就是 如果要好像剛才 Pius說的 就是將那個生活 我們的結構 那個模式 重新分析的話 真是很值得去看一下 究竟這些這樣的社會 這個是社會問題 究竟會 為什麼我們會來到這裡呢 長遠來說應該怎麼看呢 我就想聽一下 你就是說 比如從 financial planning 會計 你看到那些 你們比較年輕 你們這些年輕人是怎麼看的 其實 Pius剛才說了 好 個問題的核心 就是很多年前 就是 說過 Macro 很多年前 那個emian經濟 就是很多人 一些財富 走去兩邊 很多時候 就是變成了 中產越來越窮 以前一個 professional 一個engineer 就是像Pius這樣說 可以養死在家 很貴重 現在兩個出來做事 工樓都慢慢緊 我父母那一代 就是我80後 我父母那一代 他們存錢 勤力是可以自負的 是可以有 甚至有幾間屋收租 就是有一個貴重的 退休生活 因為那時候的銀行息比較高 還有那時候的樓 譬如我們香港來 大家都罵香港的樓很貴 但是你存錢勤力 是可以做得到的 現在因為利息很低 如果politically 就是可能說美國 因為它的債務會 可以維持它的優質 令到那個 投資率很低 變成所有的資產 是一個大的爆破 我只望如果人類 就是全世界 就是加拿大 如果資產不爆破的話 就是樓價和房地產 和股市不爆破的話 世界各地會更多 大人反政府的示威 更多仇恨的罪惡 更多爆洩、打鬥 這個世界會推到一個很危險的邊緣 說回近一點 就是日常生活 其實加拿大在G7來說 每一個人賺1元 就要1.7元的債 是最高的 又是剛才我們第一節說房地產的 有個成本國的問題 很諷刺就是 我有些朋友是地產商 我的客人都是Developers 小的Developers 他們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們的Profit Margin不高 儀式計算我都知道 變成我們又會和這些朋友 和地產商 又想做一些義工 又會派東西給樓羅漢門一個月 聽到不同階層的人的心聲 就是絕對是艱難 所以房地產的問題 如果不是一個革命式的改革 是沒有得救的 中小企那麼辛苦 負責這麼多的危險 他的回復這麼低 其實是沒有人願意起樓 所以變成社會責任 應該是放重在三級政府的合作 和一些大型的地產商 可以掌握一些責任 我之前也去過 不可以說考察 去探望朋友 去澳門 去廣州、珠海等 他們有些貨櫃屋 有很多東西 其實可以提供不同的地方 水電Proof 這樣搞定就已經可以 但是地產商又攔住了 所以變成 又回到哲學問題 即是你一個人很有錢 甚至你不是很有錢 你願不願意做一些 捐贈或是商業 其實這是一個人民素養的問題 其實不是說你發財 才會發財立品 好像Bill Gates 可能你不是Bill Gates 可能是普通一個人 街邊見到一個劉朗漢 你買一杯咖啡 其實這個氣氛在加拿大是不錯的 但是要再做得更加好 原來社會沒有和諧 變成連中產都慢慢緊 根本就沒得救 因為中產都是龍頭 帶動很多專業 很多中小企 帶動經濟 所以變成這件事 其實是因為大圍的環境 讓低息的環境 令到資產變成一個bubble 而國家裏面的政策和大企業 亦都沒有一個好的 foundation 幫忙去建立的時候 其實是如果每一個人都為了 max out 自己的 benefit 妄顧了一個犧牲小惡 但是我的心態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有很多很 successful 的 research 就是說 最 top 最 successful 的人 永遠都是一個 giver 就不是一個 taker 一個 taker 可能是一個大公司 做到一個 manager 即是你今天幫我 明天我幫你 互相幫助 我們建立了一些東西 我上去中層 但如果真的去到最 top 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個 vision 有一個 mission 希望真的這間公司是改變人類的命運 例如我們的手機 令到人家很方便 解決很多社會問題 例如Amazon做了一個平台 很多 stay home mom 都可以在家裡 照顧孩子 也可以找到一些 income 其實很多時候 我相信是有希望的 因為很多新型的產業 new tech 的公司 是provide 了這個 platform 令到人家 例如我們剛才說的 day care 的問題 我們說一個人像淺月 現在都約不到家 那可能這些平台 反而會有些希望給所有的朋友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Albert 其實Hason說了一個問題 我挺擔心的 就說現在那些年輕人 Millennial 他們都是 middle class 他們其中最大的開支 就是那個屋 那可能有部分人 去到某個境界 說我不買了 要 rent 那這個可能也是現實 但是接下來這一代 全部都會是這樣 那這個社會 真的不是很公平 而我們有OH security 我們退休 我們退休 就好像我太太比較小 我可以拿波子吃軟飯 真的可以 要繼續做多十年才能退休 所以其實就是 我們是真的 我們是不是要再 remodel過我們這個系統 所有的OH 很多人 就是很有錢的 每個人都三千 三千隻豪宅 我很多朋友 就是我不是我 就是 你多兩千 可以 在我們的區 是很厲害的 但是它 每個人都收到OH security 的 那其實那些錢 可能未必需要花 那就是 其實我反而 是不是需要 多些精力 在Millennial 那樣 就是 就是 整個結構 可能要再看 其實 不是很多時間 剩下兩分鐘 我想就是 就是 大家提出來這個問題 很值得 我們有機會 我們再談 但是我的回應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說 就是 那個generational transfer 是以後那十年裡面 會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老一輩的人始終要走 走了之後那些錢 和那些財富 會交給下一代 那這個是 將會對這個社會 帶來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是一個 還是未知數 另一方面 就是 其實我們看 就是自由黨 其中提出一個問題 這個值得私有的就是說 怎麼去保障 中產階級 你剛才說 我們很多都是中產階級 我覺得不是的 現在中產階級 是很兩極化的 我覺得 就是說 譬如你在Microsoft做 和你在餐館做 大家都三十歲 你的收入可能差四五倍 是吧 但大家都是中產階級 我覺得 如果是 未必可以當是中產階級 我不知道 大家還有兩分鐘 大家有沒有其他 最後的補充 Alec說 他很有趣的 因為大富翁 其實有個大富翁 有個 他其中有個詞 就是 忘記了 你無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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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你不是儲存房子 你是儲存那些經驗 即是那些 like 那些意義 那些認同感 我有個客人 他在Amazon做生意 即是他二十五六歲 他很成功 第一年找我做 他二十幾萬 因為一開始他做 一間大型電信公司 打工五六萬而已 二十幾萬 六十二萬 他在說他住在他媽媽的房間 我就說 不如在Hoko買個物業 他又不想 他就想去旅行 他覺得 可能他媽媽本身在房子 其實很多時候 Millennial 他反而是覺得 放棄了屋子的物業 另一個更加恐怖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都叫做做OK 我身邊的朋友,例如創業或自僱人士 例如地產經紀,他們找到的收入也不少 我們說說房地產這段時間的生意好不好 我們說說這段時間你兒子怎麼買房子呢? 沒有了,做死我了 希望死一坑死底,多找兩間投資屋 兒子一間,女一間,300呎,500呎 他們自己搞定了 如果要社會去到80後留給下一代 甚至乎我們的首期都要壓榨 不要壓榨了,請求5、60後給我們的時候 財富一直在縮小,當然沒有增長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財富的父母 對吧?我經常都說,很簡單的計數 Canadian average income 8萬,即是老公、老婆,4萬、5萬 我當你有10萬,大概10萬乘5.5 即是你可以借到50多萬 Half million 我當家裡送的首期給你 永遠爭來爭去都是60多萬的 townhouse或者很小的兩房condo 那怎麼辦呢? Slada fee 6毫尺,對吧? 避稅又1000元 那真的沒有錢剩 那變成這樣也是一個很分別的問題 真的要想想怎麼解決 要不然每個人都做足七天 這樣就慘慘慘慘 買房子送給兒子 就變成人生的目標了 是吧? 還有50秒 30秒看誰補充買 我們就再見了 Norman來了 Norman 我也沒眼睛 Pius就是一個富裕的父母 應該把那些錢給一個理財顧問 跟你理答理賺錢 那賺完錢之後 你什麼都不用擔憂 到需要拿錢的時候 打電話給Norman 我會賺回我的錢買房子 Norman 哎呀,升了4-500% 那就直接拿出來 就搞定了 不簡單 就是你要利用聰明的人幫你賺錢 Norman 你可以給我的電話給大家 給各位聽眾聽聽 好的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其實今天提出你的問題 都很值得我們心思 除了大選之外 不過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 我最後講的是 今次選舉的結果 我相信會是非常接近 特別是BC省 我相信是三個黨的票數都很接近 好消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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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